嗨,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在我的视频库里面有很多个从上往下指插肩绣毛衣的加针方法 今天这个加针方法与以往的加针稍微有一点不同 就是不需要两针的金 而是把一片正常的分开针以后 在袖子或者是前后片的中间加上针就可以了 我们以往的加针这个地方有两针下针是作为一根金 这个不需要 这一边是前后片 这边是袖子就是这样分的 这样加出来的针很清晰 像一个链子一样一环套一环 它加的针一点也不乱 如果我们要是想加这种有两针金的那样 镂空针显得有点乱 镂空的比较多 这个既是镂空它又不乱 这种加针方法也特别简单 下面我演示这个加针方法 这个加针是在反面 现在是正面 正面就全支下针这一行 好第二行再反面 好这边六针这边六针 怎么支呢 先这样空加一针 就直接这个是个上针 直接绕一下 就加上了一针 就是我们平时的空加针 继续把这边六针上针把它支完 好最关键的是在正面 加完针以后的支法 这边正常支六针下针 好这是我们加的这一针 第一针怎么支呢 我们支一个扭下针 就把加的这一针 在这个地方支一个扭下针 看到吗 就这样把它调起来 用右针把它调起来 左针呢 从这里下穿出来 支一个扭下针 这样才加了一针 那第二针怎么加呢 第二针我们把右针这样调起来 左针呢 从下面往前来 然后呢支一个正常的下针 正常的下针 这样插针不好插 我们就把它这样 稍微一拽 这样支一个正常的下针 这样就加上了 第一针是支一个扭下针 第二针是支一个正常的下针 都是在反面行空加的那一针里面支 支完了以后呢 你看还有一个镂空 后面呢正常支 好 这样就加完了一次 两行加一次 从上往下支毛衣 一般都是两行加一次 好 我再演示一遍 刚才是六针 我们加了一针呢 这就是七针了 这个加针点呢 就是在这两针的中间来加 就能看出来 你看 这是加出来的这两针 我们就在它中间来加 看这两个横线 一看就看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 空加一针 因为是上针嘛 我们就这样 绕一下 绕的这个线呢 不要绕的太紧 要松一点 因为我们还想让它揉空 所以呢 绕这个线的时候呢 稍微松一点 再绕后面的上针 这样就加上针了 把它绕过来 这是绕开山的时候的 加针方式 或者是我们在绕 引反的时候 都需要来回的这样绕 不是转的圈绕 好 再演示一遍 这个加出来的这一针 是怎么绕 前面都是正常的绕下针 好 下针绕完以后 这是加的那一针 第一针 你就记住 绕扭下针 扭下针 我们都是绕下半针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针目 就这样 绕扭下针 扭下针 这样插针不好插也可以 你要感觉不好插呢 你就这样 转一下 在这头上 就绕了一针 第二针呢 把这一根线 再挂到左棒针上 绕一个正常的下针 正常的下针 就是这样插针 这样插 不大好插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动一下 拽出来 再这样插 这样就又加上了两针 就可以了 这是片织的 那我们如果要是圈织 这种加针方式怎么加呢 那就一行织下针 好 在正面加针也是一样 就是全织下针 也是空加一针就可以了 就在这两针的中间 就这样 空加一针 因为是下针嘛 在下面直接绕上来 空加一针 后面呢 正常的织 织过来以后 加出来的这一针 也和这个反面的时候 过来织是一样的 这个加针呢 也是要加的松一点 看我再织过来 再正面织 这就相当于是 转着圈尺 又织过来了 织过来这个 加的这一针 我们第二行 应该怎么织呢 就是还是这样织 看 加了这一针 我们还是织一个 扭下针 第二针呢 也是织一个正常的 下针 就这样 好 这样又加上了一针 这就是 转圈直 圈直的时候 用的方式 就是一个空加针 然后织出来呢 就是这种效果 你看 它特别清爽 没有说是 有很大的洞啊 或者是什么 很干净 而且呢 它的线条很分明 你看 它的这个纹路 两边 这个直扭下针 和这边的正常的 下针织的这个纹路呢 和这个鞋的这个 小辫呢 特别搭 看到吗 它是一致的 所以说 这种加针方法 既简单 又好看 应该说是 比较精致的一款 加针方法 好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我喜欢的 这种加针方法 这种加针方法 这种加针方法